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化蕴含深邃智慧 传统建筑彰显古朴大气 这些独具特色的文化元素 极大地吸引了众多中国以及海外的玩家 让他们沉浸在充满东方魅力的游戏世界中 自2020年8月20日 游戏科学公司发布该游戏的首支视频预告开始 中国游戏玩家从此翘首以待 在游戏上线后的第二天 Steam平台同时在线玩家突破220万 创下平台历史记录 8月23日 黑神话 悟空全平台销量突破1000万套 最高同时在线玩家数量超300万人 做工之精良 游戏画面之精细 让人不禁感叹 中国游戏终于也有了自己的一喜之地 看到这里 如果你还认为这仅仅只是一款普通的游戏的话 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款游戏的意义远非如此 它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 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这不是关于一款游戏的简单探讨 而是中国一个空白赛道上的重大里程碑 它代表着中国游戏产业 在创新发展道路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为中国游戏行业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 也为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 提供了新的载体和平台 黑神话 悟空的诞生 如同一阵近风吹散了一片黑云 自中国接入互联网以来 盗版游戏与课金游戏四亿横行 一直没有一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 3A单机游戏大作 这成为了中国游戏玩家心中的一大痛点 然而 黑神话 悟空的横空出世 无疑为中国游戏市场注入了 一记强有力的强心针 在黑神话 悟空诞生之前 令人意外的是 以我国历史文化为题材的 现象级游戏 竟是日本厂商推出的三国制等系列产品 而黑神话 悟空的成功 毫无疑问 是我国在长期被西方垄断的文化领域中 取得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2014年 冯济从前游戏公司离职 创立了自己的游戏工作室 游戏科学 并于2018年开始投入制作黑神话 悟空 历经六年半的打磨 这款游戏终于面世 一直以来 冯济的梦想都是在单机游戏中 拓展出更符合中国文化的架构 最终做成一个严谨的泛中国神话体系 而选择西游戏是一个必然结果 这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IP之一 冯济说让全世界玩家 因为这个载体去深入了解中国文化 黑神话 悟空的成功并非偶然 他是无数游戏人执着与努力的结晶 在游戏的开发过程中 游戏科学团队面临着诸多挑战 技术难题 资金压力 时间紧迫等问题如同重重删乱 横跟在他们面前 然而 他们凭借着对游戏的热爱 和对中国文化的执着 一一克服了这些困难 他们不断探索创新 力求将每一个细节都做到极致 从角色的动作设计 到场景的搭建 从剧情的编排 到音乐的制作 无不倾注了他们的心血 在开发过程中 冯济和他的团队深知 要打造一款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3A游戏 仅仅依靠故事和文化元素 是远远不够的 游戏需要在画面 音效 玩法等各个方面都达到顶尖水准 才能真正吸引全球玩家的目光 因此 黑神话 悟空在技术上也毫不妥协 采用了虚幻引擎舞 来实现精细的画面表现 和流畅的操作体验 无论是悟空的毛发 服饰的细节 还是敌人的建模和战斗场景 都达到了国际一流游戏的水准 据不完全统计 该游戏在全国挑选了36个景点 作为游戏背景 其中山西省就占了27处 像小西天 玉皇庙 铁佛寺等等 此外 四川的安月明山寺 重庆的大足石刻 杭州的林影寺 丽水的十四寺等著名古迹 也囊括其中 各地文旅部门纷纷行动起来 开展宣传活动 一方面展示当地的自然风光 和名胜古迹 另一方面也期望借助游戏IP的 强大影响力 来推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这也引得众多游客前往取景的打卡留念 这款游戏的成功 不仅为中国游戏产业树立了新的标杆 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探索欲望 让更多的人愿意走进那些被岁月尘封的古迹 感受历史的温度 《黑神话》 《悟空》里 大量极为逼真的中式古建筑 成为了游戏的一大夺目之处 游戏美术负责人杨奇表示 一开始团队打算传原创 不管是场景还是人物 都期望亲手一笔一画地绘制出来 但后来发现 这其实是老祖宗给予的馈赠 而他们却为加以利用 在当下的历史中 这些声音 我认为不能把它作为一个目的 我认为好的文化产品 或者内容产品 它应该是先自然地打动了本地的 跟创作者更相似的文化族群 如果它的品质足够高 持续的时间足够长 它就会自然地辐射到 我们说的这些海外 而不是因为你盖了一个国风的标签 就有了免死金牌 或者所以你可以低品质 正如冯纪先生所说 文化产品的成功 不应依赖于标签或身份认同 而是要凭借其内在的质量和吸引力 来赢得观众的认可 只有在本地市场 真正打动了与创作者文化背景相似的观众 才能具备扩展到海外的潜力 这种成功是自然延伸的结果 而不是强行推销的产物 同时 贴上国风标签 并不意味着产品 可以降低品质或免于批评 相反 文化产品应通过真正的创意 深度和精良的制作 来获得长久的影响力 从而超越地域和文化的界限 赢得更广泛的认可与赞誉 标签只能作为文化特色的点缀 而不是质量的替代品 黑神话 悟空 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 照亮了中国游戏与文化的未来之路 它让我们相信 在科技与艺术的融合中 在传承与创新的交织下 我们能够创造出更多震撼人心的作品 让世界领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而整篇文章最后一点 讲到说中国这个市场 为什么必须抓住 全球企业为什么必须落实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14亿消费者 现在大家提到中国 谈到都是趋风险脱钩等等等等 但实际上在作者Presnik看来 中国是一个无法匹敌的大市场 并且有能够推动公司不断改进的 非常成熟和精明的消费者 有关于中国的经济体量 此前我们在思想新闻报也为大家介绍到 这个经济产出是占到了全球GDP的17% 现在是相当于整个欧盟的经济总量 那么中国的消费者群体 再加上不断扩张的中产阶级 现在展示出了非常强劲的需求 虽然疫情之后 整个消费的复苏仍然有不平衡之处 但是根据贝恩资本的报告 到2024年 整个中国一个国家 就要占到全球奢侈品消费的40% 还有高科技产品的消费 很多也来自于中国 在2022年的时候 就中国这个奢侈品的电商市场的估值 就已经超过了7000亿美元 在这个新冠疫情前 那我们知道 这个全球的游客 来自中国的游客 到欧洲去购买欧洲的奢侈品 一个国家占到了整个奢侈品市场消费的40% 那我们也知道 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市场 对于很多的全球企业来说 都是非常难以拒绝的 而这个庞大市场中挑剔的消费者 又可以追着公司 让你不断的进步 当然我们说 在中国的市场也有风险 其中亚马逊这样的一家在线零售商 可以说就是吃尽了苦头 在2004年的时候 亚马逊当时是通过收购一家 中国在线零售商 叫做Joyal 是进入了中国市场 结果后来是被阿里和京东几乎是打残了 到2019年的时候 亚马逊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不到1% 适应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根本没有办法像阿里京东这样建立广泛的快递网络 实施交付 并且与本地的供应商建立这种直接关系压低成本 亚马逊后来干脆就是关闭了中国市场的运营 结果中国的电商是一军突起 现在大家提到的拼多多 当然也关于拼多多近期的财报 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那拼多多不仅仅是挑战了阿里和京东 同时在中国积累了规模盈利 磨练了自己的策略之后 以创新电商模式题目是重新进入美国 不到12个月的时间达到了超过将近亿的 这个叫做独立月访问量 什么概念 亚马逊是用了30年的时间才达到这个规模 那么拼多多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已经达到了 而到2023年底的时候 这个TimWall这样的一款应用程序的总下载量 是将近2.5亿次已经超过了亚马逊的购物程序 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 并不是说拼多多和TimWall是如何如何好的公司 就是跨户公司有的时候必须要转变思维模式 这一篇文章的作者就说呀 说西方的这一些企业呢 往往这个世界观呢 是习惯于了数十年来西方技术领导地位 而形成的这一种世界观 在谈到中国的时候呢 大家也看到的是中国的宏观经济的挑战 这可能都不错 但是也不能忘记整个故事的另外一面 就是中国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优势 国际企业如果能够谦逊并且务实地加以利用 理解并且跟随这一些中国一军突起的 你可能现在看不起的公司的步伐 那么不仅仅是锻炼自身 可能在未来呀如何迎接中国挑战时也会获得 非常宝贵的经验 这呢就是Presnit所表达的主要观点 那我也想请和民先生来简要总结 看一看这一位作者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 我每天几乎都是尽可能的从西方媒体里面 寻找到一些对中国的观察 比较有一些新鲜的地方 但是非常的遗憾 很多的这个专业的这些西方的大媒体里面 重复了太多的鼻子已经讲了无数次的论调 现在一讲到了中国的经济 就是说地方炸物 房地产 消费疲悦 等等等等 而且呢中国方方 或者是呢 其他的一些 这个专业 投资公司 他们所做出的一些数据的判断 也支持了这些论调 那么反映出来 这个疫情之后 中国的经济啊 确实不如这个疫情之前 那样一种 这个欣欣向人的一种状况 繁荣的一种状况 其实西方媒体啊 比较少的 讲中国这个市场 或者是这个经济发展得很好 一直以来呢 就抱有一种怀疑 一种底错 甚至呢 就是扭曲的成分比较多 主要的一个语言是 中国的这个体制 造成的一个 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市场的 这个不可接受 一个体制 还有一个就是文化 当然还跟中国自己本身 缺乏比较正常的媒体有关系 西方毕竟 判处中国的记者有史豪 而即算是这些记者里面 有一些优秀的人才 他们有时候写报道 也是很专业的 但是写出来之后 编辑可能也有他的 基于市场上的考虑 也会得内影进行修改 甚至标题上也是这样 然后9月90 就是为了安全的这个需要 关于中国的 比较有洞察力的东西就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那有一些写评论的人呢 他连中国可能都没有去过 或者是去的比较少 他就坐在伦敦的空调房里面 或者是曼罕顿的空调房里面 他就开始写这些东西 所以这是很遗憾的一个事情 但是美国仍然是 我们讲过很多次 仍然是有一些媒体人 很了不起 包括一些学者和教授 他们有时候对中国的观察 对不对还是其次 至少是有一种新鲜 或者是一些不媚俗的观察点 那么今天 李奇博士推荐这篇文章 就属于其中之列 不是说他所有的观点 你都百分之百要认可 而是应该注意到一些基本的面 虽然今天中国的消费 好像不是那么一个数字的量力 或者是地方债务房地产的这种问题 也不是说不存在 这都是事实 但是中国的这样一种 富有阶层的出现 你在全世界各个地方 你都可以看到中国富人的泳子 不论是豪华的酒店 商务窗 头等窗 游轮 各种各样的地方 你都发现了 富有的这样一种阶层 甚至在很多场景 我就看两种人比较多 一个是白人 一个是亚裔 集中亚裔里面 中国又占了一个很大的比例 当然在欧洲之前我也看到不少中东人 中东人也是比较有一个富有的阶层 不过跟中国相比 好像中国人占的这个比例还真是不少 还有一个是中产阶级 好像中产阶级 这个跟美国的中产阶级相比 好像从经济的这样一个 绝对值来讲 中国中产阶级还不能比 中国的经济规模虽然比较大 人均收入还比较低 但是根据我的观察 我觉得中国的中产阶级 给我的感觉 他们花钱 那种大手的程度 比这个在美国 像我们这种中产阶级 可以说是大手 这个大方很多 那么自己购买这个礼品 自己购买这个 这个自己的消费品 也是比较积极 也是比较积极 这些人不是说非常非常有钱 但是呢 他们由于他们的消费结构 生活的这个结构 跟美国不太一样 美国不仅是你有一个薪水 而且你有非常复杂的 地方都需要这个 你付钱 而且这个付钱的系统 美国都是账单账单账单 现在中国美国已经不太写信了 对吧 但是呢 你由邮箱里面 总之会收到 无数的这个订单 美国人你其中一个工作 你要处理 这个里面的这个账单很多 中国人相比之下 他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复杂的开支 相对来讲 到生活的成本 其实要比美国的中产阶级 跌很多 所以中国所形成的这种 这种消费的这个人数啊 在全世界是占有一个非常大的比例 虽然不能用14亿或者是3亿来行营 你就是有一个具有这个中产阶级的消费水平 有那么几亿 那就是全世界不是第一也是第二或者是也就是第三 这种消费的力量呢 它对于西方的企业来讲 一方面是有巨大的这个吸引力 同时呢 对这个中国的企业来讲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培育的一个基础 这种培育的基础 它会不断地增加中国产品的品质 中国服务的品质 那么这个当然美国也有很大的这个改进 比如说早几年 这个是你到亚马逊去订一个什么东西 一般来讲的是一个星期到 有一些网络公司还是十天 甚至还有一个月的 那亚马逊在早几年 它就改变很大 基本上三天就到 而最近居然达到几个小时就到了 几个小时到 甚至可以告诉你 零三五点钟 就会放到你家门口 这个令我非常感动 令我觉得美国的这个服务速度已经进步很多 因为在美国生活久了 你对这个服务没有那么高的这种期望 在疫情期间 有一次我从Costco订了一些食品 结果几个小时就放到这个院子里面 哎哟我都激动好几天 想一想疫情期间人家还有这么心情的工作 我就在院子里面等这么一个食品 当然另外就是速度很快 但是这样一种速度啊 相比中国来讲 甚至相比印度来讲 在这个新代理来讲 那都是差得太多了 差得太多了 在印度有这么一个应用城市 你在城里面买一个什么东西 一定要几分钟 或者是十分钟或者二十分钟 就要到 所以夸张的说话 有人钉了一根大蒜 这个小伙子就拼命在街上跑步 因为他几分钟之内啊 把这个大蒜送到这个丁服手中 现在的这种外卖这种服务的品质啊 在中国的城市里面 那简直是达到了世界上最好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品质 而这种服务啊 对这个企业的这个成长啊 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记得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就听过一句话 说美国的这个可可可乐公司啊 就老板在说 只要每个中国人 一个人喝一瓶啊 这个可乐 那我们就简直是发达了 发达了 几十年之后啊 这个最发达的不是可乐 而是中国的一个农夫三前 对吧 农夫三前老板一度是成为中国的这个首富 对吧 最近所形成的这个首富是拼得多 也是一个这个出售这种消费品的这么一个一个 一个企业 而且不是那么有名的这个一个企业家 成为了中国的首富 所以中国的这个消费市场不仅是现在 其实已经非常非常之强大了 你进入中国这个市场 你没有一定的竞争力 光只是靠你的这个名字啊 你就以为会怎么样 未必啊 星巴克在中国就没有竞争啊 一个中国的原来还很糟糕的一个品牌 对吧 也没有竞争给人家 那集中的你刚才亚马胜 对不对 在中国的竞争就没有 没有成功 但是有一些企业 如果你有真正的特殊的这个品质 在中国的竞争力就很强 比如说Costco 中国叫好事多吧 对吧 他在中国听说就是开了这个Costco以后 不但是香港人跑出高嘛 现在把当地的一些超市也竞争成功了 为什么 因为Costco它有非常特别的 有别的这个企业所没有的精神 其中一条 就是你有一种非常让你满足的一种高屋感 就是都是在荷家里面去拉东西 对吧 而且呢 品质得到很好的保障 退货你都不用问你 很容易就退回这个不喜欢的东西 而且他对顾客的这种承诺是真实的 比如说他掌握了这么多的客户的资讯 但是他的客户的资讯并没有滥用成为 在其他方面 就是没有滥用这个顾客的资讯 他有很多这样的品质 高成了他的竞争力 所以美国的企业 如果你没有真正厉害的一个品质 光只是一个名字 在中国竞争就很困难 你像谷歌这种企业在中国失败 一方面是由政治的原因 另一方面是整个的企业的文化 是一个腐败的文化 对吧 什么员工上几天吃最好的食品 对吧 幻游几下就可以回家 那么可以这个健身那个健身 那个哪里是个企业啊 对不对是个娱乐场 这种东西是搞搞笑可以 跟年轻人讲一讲可以 长期是难以为继的 现在还在一个 趋于一个竞争的一个时代 市场是一个竞争的时代 你玩这些东西啊 你最终就会慢慢让其他的企业 给超越 所以在中国这个市场 这样一个 还具有潜力的一个市场 甚至还在发育之中的一个市场 你国际的企业进入中国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这就是这篇文章啊 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些地方 虽然 作为中文媒体也好 作为中国企业 这个中国人也好 看待中国的批评里面不好的东西 也是可以的 应该接受的 但是如果只是整天埋怨 整天一种悦恨 而看不到中国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品质 其实人有时候的进步也是需要鼓励的 这篇文章也谈不上是鼓励 也谈不上是批评 而是呢 它有了一些新的角度 有了一种新的观察 这个是有时候看西方的这些报刊的时候 每天你都何都何时会看到那么几句话 当然有这么一篇完整的文章 要推荐给我们的观众 确实实实是 我感觉到很高兴 有一些新的角度 让大家思考中国的问题 而不仅是支持批评 好 谢谢大家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风视线 9月4日周三 财新发布的最新调查显示 中国服务业PMI指数 从上个月的52.1%降低至51.6% 显示出服务业活动增速放缓 这也促使一些公司因为担心成本上升 而进一步裁员 8月份就业人数下降 经济学家表示 一些公司采取了谨慎的招聘方式来节约成本 导致中国劳动力市场面临压力 而上周末发布的官方数据也显示 从餐饮业到旅游业 在夏季的最后一个月都呈现出萎缩的趋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就评论 说消费对中国增加值的贡献 远低于发达经济体约75%的平均水平 在其他的主要经济体当中 消费者贡献了50%到75%的国内生产总值 而在中国这一比例仅仅只有40% 其余的GDP大部分来自于房地产 基础设施和工厂等投资以及出口 而全世界如此关注中国的消费问题 因为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 也是全世界的问题 华尔街日报近日就撰文指出 全球经济已经出现了一个中国形状的缺口 中国企业卖不出去的商品就会被出口 其结果就是中国每年的商品贸易顺差 接近9000亿美元 而这一顺差实际上就在要求其他国家出现贸易逆差 中国的贸易顺差一直是美国的痛处 如今也日益成为了其他国家的痛处 根据美国的数据 自2019年以来 中国与美国的12个月贸易差额增加了490亿美元 与欧盟的贸易差额增加了720亿美元 与日本等亚洲国家的贸易差额则增加了740亿美元 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差额增加了 大约2400亿美元 容顶咨询的中国研究主观表示 中国的这种增长模式正在依赖于 与世界其他国家采取更加对抗的方式 消费不足的根源深深根植于中国的财政体制和政策选择 首先中国的收入差距很大 最富有的10%的家庭 拥有中国家庭总储蓄的69% 而三分之一的家庭储蓄率则为负 其他国家会通过对富人征收更多的税 并且通过公共卫生和教育等措施 提高中低阶层的消费能力来解决这些差距 而中国在这方面则做的很少 容顶估计中国税收收入中 只有8%来自于个人所得税 而增值税占到38% 其次中国在医疗和教育方面的国家支出 也低于其他主要市场经济体 这迫使贫困和中等收入家庭 不得不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 用于这两方面 从而减少了消费支出 与此同时 中国的工资和利率受到抑制 导致家庭收入和支出减少 而在10年前 中国高层决策者 曾经与西方的经学家观点一致 认为宏观层面上 中国需要实现从投资向消费的转变 在2013年共产党曾经表示 今后经济增长将要依靠市场力量和消费者 但是现在习近平选择了相反的方向 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不断加强 习近平和他的支持者更加关心的是 关键行业是不是实现目标 而不是整体经济增长 华尔街日报曾经报导 习近平指示官员说要先立心再破旧 也就是说即使中国瞄准电动汽车和半导体等先进产品 他也拒绝放弃低价值产品的市场份额 为了追求独立自主 习近平希望中国尽可能多的生产少进口 这导致曾经视中国为客户的国家 现在视中国为竞争对手 像韩国的央行行长去年就表示 许多中国企业都在生产我们主要出口的产品 墨西哥财长则在上个月抱怨 中国只向我们出售产品 却从不从我们这里购买 这不是互惠贸易 美国从2018年开始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 结果就是这些关税将中国的出口转移到了其他市场 现在其他国家也开始采取类似行动 墨西哥 智利 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 都已经宣布或者表示 正在考虑今年对中国征收关税 加拿大也宣布对中国的电动汽车 钢铁和铝征收高额新关税 与美国已经宣布的关税保持一致 然而尽管如此 各国都在齐心协力 但是世界仍然缺乏针对中国消费不足的统一解决方案 在今年阿里巴巴的销售额在春季下降了1% 中国夏季电影票房比去年下降了近一半 IBM将会关闭在中国的两个研发中心 今天路透社还报道 中国基金经理要求员工归还过去5年的超额薪酬 招商基金已经要求部分投资经理退还去年超过300万元人民币门槛的薪酬 并且于7月份开始收款 而中国则始终拒绝承认经济是一个问题 试图淡化对经济的担忧 今年4月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在官方媒体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表示 西方媒体和政客继续拿中国经济短期波动数据大做文章 同时片面夸大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 今年4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抱怨称 中国家庭消费疲软和企业投资过渡 威胁到美国的就业 新华社则称这是保护主义的借口 而在8月早些时候 针对中国经济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北京 在4年内花费GDP的5.5%来购买未完工的房屋 北京也礼貌性的拒绝了 习近平也拒绝对家庭提供财政支持 称这是福利主义会自身懒惰 而随着中国坚持己见 更多与世界的摩擦必将随之而来 本来就已经很脆弱的世界贸易体系 可能会面临崩溃的危机 以上就是今天清风事线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想成为全球沟通达人吗 Liu Do 人工智能语音科隆技术帮你实现梦想 在这个新时代 语言障碍已成过去 我们隆重推出 Liu Do 人工智能语音科隆系统 这项由欧美亚顶尖专家研发的突破性技术 让你可以克隆自己的声音 并将文字转换成145种语言和方言 提升你的个人和职业生活 想象一下 你可以在日本参加商务会议 在巴西上课 或与意大利的朋友畅聊 而这一切都用你自己的声音 他们的语言进行 操作简单 只需点击几下 无需复杂的科技知识 就能享受无缝衔接的体验 让世界向你敞开 从商务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应用场景无处不在 企业可以更好地与全球客户建立联系 教育机构可以提供多语言学习 媒体可以创作更丰富的内容 触达更广泛的受众 今天就来体验这项革命性技术吧 访问 迈向你的声音无国界的未来 各位充满求知欲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一个热门话题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 这场选战可谓史无前例 究竟唐纳德川普能否重返白宫 亦或是贺锦丽将突破性别范围 成为美国首位女总统 让我们知道黄龙一探究竟 这场选战厉害关系重大 竞争激烈 从华府西壤的街头 到华尔街的金融脉洞 再到矽谷的科技巨头 全美各地都为之沸腾 首先我们来谈谈川普 不论您是支持还是反对 都无法忽视他的存在 他的支持者一如既往的热情拥戴 他已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 激荡着选民基础 但且慢 贺锦丽可不是省油的灯 身为现任副总统 他一直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 他对美国的愿景是进步的 包容的 具有前瞻性的 他会是打破那道最高 最坚硬玻璃天花板的人吗 现在让我们不要忘记那些不被看好的候选人 竞选过程中总会有惊喜 独立候选人 第三势力以及黑马 都有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扭转局势 这场竞赛 路死谁手尚未可知 那么谁会赢得胜利呢 答案并不容易 民意调查辩论和舆论每天都在变化 可以肯定的是 2024年大选注定将成为历史性的一课 请持续关注我们的报道 我们将为您带来每一次转折的最新消息 从竞选活动到投票所 我将为您带来第一线的最新报道 别忘了点赞订阅 并开启通知铃铛 以获得更多突发新闻和深入分析 感谢您收看美国简报 下次见 请在YouTube上关注我们 At 美国简报 欢迎来到六度解析 新闻背后的多维思考 带你洞悉头条背后的世界 在今日华尔街频道的六度解析中 我们将深入探究时事热点 为你揭开新闻背后的真相 在这个信息泛滥真相难觅的时代 六度解析应运而生 我运用海量数据 人工智能整合以及专家观点 层层波细每个故事 通过实时背景数据挖掘 确保你获得全面的新闻资讯 然而 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数据 更重要的是将它们串联起来 我将分析多方视角 揭示隐藏的脉络 为你提供单一媒体常常忽略的背景信息 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全球事物 我都将为你带来最具洞察力的分析 试想一下 拥有东西全局的能力 做出明智的决策 参与有意义的讨论 这就是六度解析带给你的价值 它不仅仅是新闻分析 更是一种赋能的工具 加入今日华尔街的六度解析 共同探索头条背后的故事 你通往深度理解的旅程 从这里开始 不要只是阅读新闻 要解码新闻 理解新闻 活出新闻 这一切尽在六度解析 立即订阅 不错过任何政治拙见 因为了解真相仅仅是个开始 哈喽大家好 欢迎关注今天的这个 华尔街论坛的直播的这一部分 今天节目稍微在开场前有点迟 那是因为上节目之前 我看了一下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的激紧 正是因为进球太多 所以耽误了一点时间 那么在刚刚结束的这一场 位于日本的国际足连2026世界杯 亚洲区预选赛18强赛中 中国和日本是提了90多分钟 中国队是客场迎战日本男足 那么这一场比赛 结果是刷新了很多历史 刷新了很多人的这个 底线 这个比分是定格在了0比7 那么这一场比赛 其实进球呢是从上半场一开始 这个比赛一开始一直进球到最后中场结束 这个和大家印象中 这个创造另外几年 十多年前创造另外一场血案的这个世界杯决赛 在德国踢巴西 德国也踢进7球的那次不太一样 那这一次日本队是在全程90多分钟时间里都有在进球 那么可能是预感到这场比赛结果会非常的凄惨 所以中国的官媒央视 但是在比赛前就事先说明了他们在今晚不会转播这样一场的比赛 也被人很多调侃说这个知道自己不会赢 所以干脆播也不播了 看不了 这个也不用那么生气 那这场比赛过后啊 那么其实按理说啊 这个看了一下这个中国队在下面几场比赛的对阵情况 按照难度来说啊 这场比赛可能是这一系列 这一个系列赛中啊 中国队最可怕的一个对手啊 中国队会在后面呢 迎来比较 怎么说呢 比较好对付的一个对手 但是啊 0比7这样的一个比赛 不用看这个整场比赛的这个集锦 你也可以知道这是一场被单方面吊打的一场比赛 那么在解说的 负责解说的这个之前的中国国族的前球 原番之一啊 直接说啊 看着我想跳到黄埔江里去了 所以说啊 这场比赛对于中国 热爱中国男族的人来说啊 是非常痛苦的两个小时 那么另外一遍 我们也看到这个说回到习近平 那么这个足球和习近平是密不可分 但是可能现在习近平顾不上中国足球了 因为他要向这个非洲呢继续大撒币 在9月北京时间的9月5日的上午 习近平宣布啊 未来三年的时间将向非洲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的一个资金的支持 并鼓励非洲在华发行熊猫债 那么根据中国外交部的消息呢 习近平是在9月5日早上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啊 做出了这样的一个主旨讲话中提到了这样一个3600亿元 那么这样的消息一出啊也是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 大家说这个和往年一带一路向非洲撒钱的额度相比啊 这3600多亿 这样算下来呢看似很多 但是你均摊到每一个非洲国家上啊 似乎也没有之前一带一路这个最鼎盛时期的那么多了 那么我关注到的是 五十一个参会国呢 基本上一国一年啊 拿一个三几亿啊 三四五亿啊 并不是非常多 说多不多 说少也不少 但是在习近平的这一场演讲中呢 他提到了很多计划 在我看来啊 可能是这个为习近平撰写这个演讲文本的人呢 可能得提升一下自己的这个造词的水平了 那里面有这么一些词啊 让我看听起来呢 是比较滑稽的 比如说绿色增长引擎 非洲中小企业赋能计划 小而美啊 鲁班工坊 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 助力非洲摆脱雷患行动 哪怕是你把这些词呢翻译成英文 那在这些参加这个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 五十一个国家的这些代表人听来呢 可能也是云里物里 那这个非洲为什么这么多年发展不起来 还是说这个非洲真的是非常缺钱 还是说非洲真的是需要像习近平这样的一个人物 持续的倾注精力倾注资源倾注人力 在这样的一个效果可能会在未来五年十年之后才会见效 不过习近平所说的这三千六百亿到底是往这个大海里扔石子呢 还是说这个是一个类似于正向的一个支援 但是结果呢要等很多年之后才会被逐渐的发现出来 不知道何平先生怎么看习近平的演讲 首先我不同意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 大傻逼 就是作为中共来讲 作为中国政府来讲 跟非洲的关系啊 它不是随便把钱扔到那个地方 扔到那个地方它是需要一个回报的 首先是政治上的回报 中共虽然和印度啊在征脱这个所谓的这个南方 或者是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发言权 这个我觉得还是其次要的一个问题 现在长期在国际的这个舞台上啊 实际上非洲就扮演了一个中共的一个回声筒 一个回音笔 你中共做什么这些非洲国家都支持 哪怕是六四屠杀的这种事情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回报 长期来讲都是这个样子 第二个就是 中国和非洲的关系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个中国的一个援助的问题 原来的非洲的长期以来的一个发展的路上就靠外国的一个援助 西方也给予了很多的援助 中国也一直在自己经济困难的时候都给予援助 从长期看起来这个效果未必是那么好 因为援助的一个结果呢 如果你这个国家国民素质不好或者是管理的水平很差 那你甚至援助一条铁路 他们连营运一条铁路的能力都没有 那么西方 欧美也给过很多的援助 一方面的这些援助 西方有很多的 非洲有很多抱怨 说你们在意识形态方面要求太多居高临下 而且呢 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条件 相比之下 中国就没有那么多的意识形态的要求 但是呢 中国是帮助非洲去发展这个非洲自己本身的一个经济的生态 不仅是给一些钱 而且实际性的去存取一些基金活动啊 甚至把一些企业啊 达到这个非洲去 那么中国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在非洲那么顺畅呢 不是那么坏事 有的朋友说 中国的这些公司 还增加了在非洲的这种腐败 让情况变得更加的糟糕 我觉得这个也应该是事实 但是呢 它未必是一个全部 对于中国来讲 非洲的资源 非洲的劳动力 非洲的这样一种市场啊 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延伸 包括一些中国的产品啊 有的可能是在欧美遇到了一些阻力 那么有一些呢 它需要适应于这个非洲的一些新的这个产品 比如说包括电动汽车啊 包括太阳能啊 包括一些新能源的这个产品 所以它讲所谓的绿色引擎呢 也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 小阳讲的也很对啊 就是用了一些只有中国人很自明得意的一些词 那么实际上造成了这个外界的一些困惑啊 我们知道中共早些年搞了一个所谓的孔子学院啊 结果呢 孔子学院就跟孔子一样的 人人喊打 人人追赶 到处流创 现在我不知道孔子学院在西方发展的怎么样啊 总之呢 是一个负面性的新闻 孔子不行了 就来了一个鲁班 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个鲁班这种说法 能不能少用这些莫名其妙的这些古典的这种典故 来证明你是一个多少年的文明的国家 你就现在实实在在地用一些大中化的 大家已经比较熟悉的一些词 反而有利于你这个事业的推广 但是不管怎么样 听说习近平的这个讲话 对非洲也好 对于一些观察者来讲还是一个震撼 大家都说 现在中国政府没钱啦 穷啦 一下子花出这么多钱出来 其实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啊 我们等一下会讨论这个问题 情况到底糟糕到什么程度 那么中共试图去掩盖真相 不想让大家讨论 然后同时出现的另外一种声音 是不是就是真实的中国的经济情况那么糟糕呢 以至于台湾也好 西方也好 做出了一些对中国的一些判断 是不是真实的呢 所以这是一个矛盾的现象 我们等一下会继续讨论 好 感谢何必先生的补创 那么以上呢就是华尔街六度啊 给大家梳理的在过去一段时间呢 这个时政经济类的这个新闻的一些焦点话题 再有一下可以简单补生一下 比如今天好像这个得到的消息就是 这个美国的副总统哈里斯啊 现在到匹斯堡去演讲 然后呢准备在那里停留啊 五天时间 为什么五六时间 因为五天之后就是美国的一个可以说是比较少见的 这样一程辩论了这么多人关心 原因就在于不但决定美国未来几年的政治走向 而且以美国的力量对世界可以说都是一个关心的作用 现在呢两方面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接近 对立的状况非常的严重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任何一个重要的一个活动都有可能会对选举本身产生一些微妙性的影响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10号的这个辩论会啊 被认为是一个一个特别引起关注 我们现在也在做好准备 怎么跟大家进行直播和翻译成这个中文 另外就是中国美国的这个就业数字好像公布出来啊 情况也不是那么的糟糕 这不是反映着私营企业的这种收缩的情况比较严重啊 就是就业纲位的这个减少啊 这个给大家补充一下 感谢何明先生的 还有一句 别忘了 因为我们等一下尽量的在这个论坛里面有时候讲一点 法国啊早一段时间任命的一个总理 大家觉得哇好年轻啊 30多岁对吧 但是7岁对不对 结果现在今天倒过来了 搞了一个73岁的老头 来当这个总理 但是呢我们知道法国的这个总理啊 这个不是中国的总理 比中国的总理还没有权力 但是呢 说明任命这样一个自身的一个政治家 来这个为总理呢 是否是想平衡一些呢 现在这个马克林总统面临的很多问题 尤其是经济问题和一些政党之间的谈判的一些技巧 也包含在里面 因为这位新任的这个总理啊 曾经负责啊 这个英国的托尔谈判 可以说是有比较丰富的这个平衡能力 好 接下来呢 进入